随着气温持续走低 黑龙江省铜江市的室外 已经变成了一个天然大冰箱 深受当地民众喜爱的冻货产品 出现功效两望的剧烟 走进铜江市农贸市场 各个鱼行商店门前 都摆满了种类繁多的冻鱼 有躺着的鞭花鱼 熬花鱼 倒立的鱼鱼等 都摆放得整整齐齐 鱼市的商户们 一大早就忙碌着招呼顾客 称凉打包一气呵成 在当地人心中万物皆可动 像梨 柿子 黄桃等水果 冰冻之后的口感和味道 都会发生变化 天然大冰箱也被认为 是寒冷的冬季礼 保存食品的最佳办法